先驱单选区爆发三角战 代表人民行动党出征的郑德源 驳斥前进党候选人林志宏的说法 他指出在西海岸市政会服务时 也管理先驱的事务 所以对这个选区非常熟悉 不算是新面孔 记者陈思玄报道 先驱单选区人民行动党候选人郑德源 下午走访玉廊西64街的组屋区 他指出之前在西海岸市政会担任主席 因此对这里的居民来说 他并不陌生 这位过去十多年都活跃于公运的候选人说 希望能够借助自己的经验 来帮助选民解决如就业这方面的人 郑德源也说 先驱选民结构以专业人士 经理执行员与技师等为主 所以对居民的需要相当了解